经常可能在我的视频或者是直播里面就会有小朋友问说 哎呀 沙拉你怎么现在能在宿舍呢 你开学了吗 你在学校这么久吃饭是怎么解决的呢 待在宿舍不无聊吗 嗨 大家好 我是艾拉奖 今天呢来给你们拍一个日常方向的视频 就是经常可能在我的视频或者是直播里面就会有小朋友问说 哎呀 沙拉你怎么现在能在宿舍呢 你开学了吗 答案是我还没有开学 但是我为什么在宿舍呢 这个就得从一只蝙蝠说起 好 实际上因为我深谙一个道理 就是你放无论是放暑假还是寒假 刚刚回家刚刚回到家那几天 你就可以在家当小公主 哎 你就可以在家里面胡作非为 就可以提这个要求 提那个要求 妈 我想吃烤鸭 妈 我想吃夫妻废片 哎 这个时候呢 他们都会满足你 但是一旦你待久了 哎 你的 这个地位就是直线性的下降 所以呢 我就想到了一个好方法 那么 我干脆就不要在家里面待那么久了 是吧 我在学校里待着也很自在呀 也很快乐呀 当然这个是对于我这种 就是很死宅 还有寝室里面囤货 就是足够多 足够强的人来说的 我觉得 反正我觉得我在宿舍生活 就是一个人特别爽 特别爽 然后呢 我就打算 可能27 28 28 29的时候回去吧 哎 结果这个时候 因为疫情原因嘛 武汉这边就封城了 我就想了一下 其实我当时是可以在封城的 那个早上 就是因为它是早上10点钟 我们就会全部都停掉 我其实可以在之前 就是赶回去的 但是我想了一下 既然疫情都已经那么严重了 外面就已经有很多病毒了 我家本来就在武汉这边 所以呢 就之后 如果新加热新加热新加热 想回家也是很方便的 所以我就想 那就不要冒这次险了吧 那就待在学校吧 嘿 没想到 一旦待了这么久 这个我是真的没想到 所以现在呢 就是还没有开学 然后 我们也没有办法出门 外面的学生 回家过年的学生 也没有开学 也没有过来 这就是我为什么 待在宿舍的原因 关于我为什么穿着这个羽绒服 那当然是因为冷啊 首先是因为我怕冷 第二是因为 武汉它 这个一下雨就降温 本来我都已经把我的羽绒服给收起来的 结果这两天下雨啊 真的 巨冷 坐在这里 脚都是冰的 不行不行 我在这个关键时刻 我可不能动感冒了 我就赶紧把这个外套给又拿出来了 所以大家看着我穿这么多 也不要惊讶哈 我要是热的话 我当然会脱 对不对 好 那么现在就开始看一下 我待在学校的期间 这个大概每天都做了些什么 吃了些什么吧 好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啊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 学校觉得 既然你待在学校 就是学校就需要给你负责嘛 所以呢 他们就是对我们非常好 天呐 从来没有感觉到如此温暖过 当然肯定也是有很多校友啊 还有 嗯 就是说或者什么其他社会人员 捐赠的一些东西 哎 总之 先感谢各位了 板楠根 板楠根 包製百病的板楠根 50茶颗粒 抗病毒口服液 口罩 秋里膏 秋里膏 是个梗 两瓶洗手液 先是这样的一瓶蓝月亮的洗手液 然后还发了一个 免洗的这个凝胶 两箱的纯牛奶 他先是发了一箱 然后这一箱还没有拆 他又发了一箱 他每天早上发的饭里面就是 自己带了一小盒牛奶的 所以其实那个牛奶我也没喝完 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因为我不一定是每天 每天都会把那瓶牛奶喝完的 所以我现在都攒了这么多瓶 这个饼 武汉加油 我室友的柚子 我问他说 我能不能吃你桌子上的水果 他说什么 我桌子上还有水果 我说对呀 我说反正我不吃 他也烂了吧 我就把他的柚子给抛走了 哦 还有这样一箱苹果 天哪 这个苹果 这个苹果之前的话呢 是有满满一箱的 之前也一直在发橙子 哇 那当时真的也是发了好多橙子 这些呢就主要是学校发了些什么 还有小朋友问说 嗯 珊拉你在学校这么久 吃饭是怎么解决的呢 就是学校有送饭 早中晚三餐的饭都一直在送 而且是不要钱的 对 摆嫖了学校这么长时间的饭 谢谢 哦对 还有小朋友会问说 珊拉你待在宿舍不无聊吗 不无聊 真的 摸着我的两心脚 不无聊 我真是太爱这种生活了 我就是一个 死宅 上辈子就是为 这种 单人 当然我们这个宿舍并不是单人宿舍 我就说我现在住的这么一个状况吧 就是那种单人间 小公寓 设备 给我配备齐全 我都不想出来的 我同学知道我 被关在学校里嘛 他们就会说 你这是怎么度过的吗 说我被关了多少天 我都觉得我自己要疯了 我完全没有 我觉得我非常自在 非常快乐 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 对吧 当然可能美中不足的就是 我还没有sweech 我玩不了动物之森吧 对不起 我要求太高了 然后我平时做些什么 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 想一想投稿啊 录录歌呀 是吧 做做视频 然后我还要写我的论文呢 然后我还可以跟同学聊聊天 是吧 我可以上网刷刷 微博 打打游戏 干什么都可以 怎么可能没事做呢 实在没事做 你找点教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日语 学习一下画画 什么都可以学 你想学什么 学什么 是吧 不可能没有事情做的 所以发妹吗 不存在的 我有很勤快的洗澡哦 整体就 我觉得挺好的 而且学校也对我们 非常照顾啊 是吧 送这么多东西 还生怕我们 营养不足 维C补充不足 还给我们送橘子 送苹果 总之呢 大家就不用为我担心 谢谢各位 我觉得我生活的还 挺好的 这大概就是 我被关在学校 是怎么度过的 像我一担心的 可能就是 我能不能按时毕业了 感觉我不会再快乐 快乐跟我也没关系 我喝点牛奶奶 喝点奶奶 那现在是 5点18分 我们正好可以去拿一下饭 看一下 这个今天的晚饭怎么样 好的我现在戴上了口罩啊 就是那我们现在下去 拿我们的晚饭吧 走 好 哎呦我怎么就已经开始吃上了呢 这个问题啊就在于 我吃了半天 说了半天 发现 这个相机的录像啊 它没有开 有点尴尬哈 好那我再给你们 建设一下 还没有吃完吃到一半 就是 它今天有这个香肠 哎 我还忘了跟你们说 学校还每个人发了 一箱的香肠 这个一箱里面有 八小包 哎 每包里面有八根 我刚开始以为 八八六十四嘛 六十四根 因为它的保质期就到 四五月份 我就想 可能我吃不完 但是没想到 我低估了 自己的 这个 吃东西的能力哈 现在大概就 剩 不到十根吧 像这个样子吧 嗯 然后 然后它这个 菜里面还有什么 这是土豆 土豆炖 一般是土豆烧 什么肉之类的 刚才我已经吃掉一块了 可能是鸡肉 这个样子 然后这里有花菜 花菜 然后份上面盖的包菜 但是我先把包菜给挪过来了 因为我不太喜欢吃那种 大锅炒的芹菜 我总觉得里面有杂味 嗯 然后还有这个芹菜 啊 有点老 就挑嫩一点的吃吧 芹菜炒肉 这里面还有这个肉 嗯 好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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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味道最好呢 当然就是这个 烧烤的 哎 就是因为它上面 给的都是 紫囊的 辣椒面啊 就吃起来 很像烧烤的味道 我现在馋烧烤 已经馋得不行了 这个 这个是最好吃的 其次的话 可能是土豆了 因为我觉得 土豆这样 做得还不错 它这个弄得比较粉 可能也是因为 我不想这种口味吧 煮了 我看你的 是不得的 有点 我看你 会有点 我会有点 好的我觉得我ok了 今天还算是吃了比较多的一餐 我觉得我ok了 好现在到晚上10点了 我一般呢是习惯把早饭 对就是这两个 当夜宵吃拿去热一下 就是一个花卷 然后一个包子肉包子 对肉包子是每天都有的 这个花卷可能会变一下 今天花卷明天是那种奶香馒头 或者是一个馒头 就是那种白面馒头 还有还有一次是一块土豆饼 然后还有还有一次是一个烤土豆吧 那一次我觉得那烤土豆还挺好吃的 但是只有一次 然后这里有个蛋 就是一个水煮蛋 这边就是少律的一罐牛奶 哇 好像个熊 我真的好像个熊 好的这就是我的夜宵啦 看我的牛奶 还有我的蛋 我的包子 我的花卷 非常惬意 好烫啊 看这就是普通的白煮蛋 吃饭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呀 就是它这个饼 应该是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好硬 哦 你看这个饼里面 还有这个核桃 核桃味 北京 吃掉 你来尝一下它的饼 饼的本体 反正它肯定是不脆啊 就那种 放在衣服里面 放了一阵子的感觉 皮了 有这种 好微妙的压箱底的味道 但是我不挑 哎 有了吃 嗯 就好 味道 还行吧 吃不尽了 吃不尽了 今天就吃这么多了 看明儿再吃 好 哦 好 吃下 准备 好那今天的日常分享视频就在这里 大家如果喜欢这种类型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 硬币收藏点赞弹幕评论转发 谢谢 还有 好 好 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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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é